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以前我们一直没有想到 就是做房地产经济 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尤其是一名女性 可以想象经常会碰到陌生的买家或者是卖家 然后单独的和她待在一个空的屋子里边 空间里头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些言语行为上的侮辱 甚至是攻击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目前这个现状 因为现在领取经纪人执照的人是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行业里面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 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你感觉不太对的情况 为了想要增加收入 如果为了想要拿到一个房源或者是想要卖掉一个房子呢 他就会就是说有的时候会不考虑可能存在的这个风险 这个呢就给那些不法分子也有一个可乘之机 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不光是适用于房地产界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在听一个电台的广播节目是一个英文的主持人主持的 他那一天呢是接电话 他就是说从事各种行业的女性 我今天只接你们的电话 男的电话我一律不接 就是你从事各种行业的时候呢 你受到的别人的或者是占便宜 我们叫做吃豆腐或者是赤裸裸的性侵 哎呦 那次那个电话触目惊心啊 有销售员 你知道销售员有时候拉广告啊 那客户很无赖啊 他有时候直接的间接 首先啊 哦你要签我这广告啊 我这广告因为他们那都是主流的啊 那都是说的几十万的 有的上百万的那种广告 怎么样晚上吃顿饭吧 我问你你吃不吃 就这么简单 我吃饭怎么着 我拿你没干嘛吧 我不是就请你吃个饭吗 来不来 吃完饭 咱陪着再喝个酒吧 就一步一步的 还有一个女的是讲她出差的时候 是老板带着她出差啊 什么的 出差的时候动手动脚之类的 好 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可是房地产呢 它确实比较独特 大家知道吗 在美国持有房地产经纪人执照的人 90%是女的 对吧 这个是美国房地产协会公布的 也就是说大量的房地产经纪人 这是第一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这个行业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这些卖房子的男男女女 他们在挂牌子的时候 或者在过广告的时候 附上照片 注意到没有这个特点 什么人做广告喜欢附照片呢 房地产经纪人 有的时候是律师 有的时候是做保险的 有必要吗 把自己的照片放那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必要 他就不放了 你见过很多其他的行业 打开各种各样的平面的广告 多了 对不对 你见过很多其他行业 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把自己照片放在那 很少吧 就这些行业他需要 那你照片放在那的时候 谁都能看见了 说难听点 如果这个女的年龄很大了 或者怎么着的 他知道 你年纪很轻 长得很漂亮 他也知道 那电话都是公开的 他一个电话打过来 你在什么什么街 有个房子卖是吧 我要买 你带我看一看 可是我现在上班很忙 我六点以后才下班 下班以后 把一些什么孩子什么弄一弄 八点吧 带我看 我就问你 你带不带 对不对 你不带 有人带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那个有一个人 叫做Sarah 她是在圣地亚哥 从其他地方搬去的 以前她在外州的时候 做那个汽车销售 结果后来去了这个圣地亚哥 她觉得做房地产经纪员 这件事情 对她来说还挺合适的 因为她做过销售 再加上她说 第一不需要每天做办公室 收入也比较丰厚 加州的这个房产 你只要卖出去一个用金 你就可以吃一个月 两个月了 是吧 所以呢 再加上这个 可以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可以接送孩子啊 可以照顾孩子啊 等等啊 而且拿这个房地产 经纪人的这个执照呢 又不是很困难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就做房地产经纪了 那么有一天呢 她就接到一个电话了 一个电话 是说在Oceanside这个地方 离圣地亚哥挺近的 一个风景优美的这么一个地方 人家一个男的说 我有个房子要卖 那这个对经纪人来说 诱惑就更大的 原因是 这就变成你 你是这个房子的挂牌经纪了 别的这个经纪人 如果要来买这个房子 也要分给你一部分佣金的 对吧 所以呢 人家说那你来看 她说好啊 我就来看房子啊 就是2021年 就是在疫情期间 8月份的一个夜晚 她就去 一个下午吧 她就去人家办公室去了 去了以后 当然事先也不认识人家 这是个陌生人的电话 然后两人坐着 聊这个房子的时候 这个打电话 约她来的这个男子 就椅子逐渐地就 搬得越来越靠近她了 然后就开始 手放到她腿上了 后来插的一下 抱着她亲吻啊什么的 她这时候真的吓了一跳 那个门大门 离她大概无耻的距离 这时候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对她这个 说实话 对她整个的职业 还是有些影响的 我们试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他们这些人 从事这种行业呢 有的时候还需要啊 把自己装扮的漂亮一点 当然 你得承认吧 这个呢有点小遗憾 就是有一些女性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美国房地产协会 公布的这个报告 他们有时候为了使自己的销售更加成功一点 据说是有一短一长 叫做裙子越短越好 高跟鞋的鞋跟越高越好 你知道吗 有这个 这个和佣金成正比 成正比 对 那么顺便我也纠正一下 我刚才说90%不对是66% 美国房地产协会公布的 持有房地产销售证书的这些人呢 他们的 他们的就是 男女的比例是66%是女的 什么是90%呢 是这些人当中是被认为独立签约人90% 所谓90%就跟我们以前说的那个Uber那个情况一样 没错没错 你不是我这家公司的员工 我给你张桌子什么之类的 你在我这呢 你要卖的话 你挂在我这个房地产公司的名下 注意这个挂这个字 所以什么医疗保险什么那些都不在我这 那么当你不是这家公司的员工的时候呢 你只是一个独立签约人的时候呢 你就不受一个东西的保护 叫Title 7 就是叫Title 7 对不对 什么叫Title 7呢 Title 7就是如果一个人是隶属于一家公司的话 那么假如人家对你有什么年龄歧视了 性别歧视了 性的骚扰啊 就工作场所吧 对 你看我们都有听说过 因为公司有性骚扰 先向主管性骚扰下面一个 哎 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叫人事部 对不对 你可以向这个主管的更上一级的投诉等等 可是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人事部不管你啊 对不对 你不是我这的一个全职的一个员工啊 所以他们还有这个问题 你刚才讲的这个Sara这个事情就是 你说他碰到一个客人 你刚才说什么 鱼子越拉越近 对不对 直接在 手就上去了 手又摸上去了 但是他也没有强暴 就是他也走了 对他站起来就说了就是说你不可以这样什么就走了 那所以后来呢人家警察呢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提出起诉你知道吗 他回去以后呢是把这个事情跟公司汇报了 但是他决定不起诉 因为想想坦率想你说这个起诉 你得到什么呢 首先 这个男的所做的一系列的动作 他都可以不承认 对 你拍下来了 旁边有人看着呢 对不对 咱们现在说的是性侵性骚的一方面 一会儿因为今天的故事好几个呢 其他还有不是性侵的攻击呢 也都有 攻击死亡都有 此方都有咱们一会儿再讲一些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房地产经纪人这个行业 尽管有的时候呢让人感到非常的羡慕 有灵活的工作时间 那个也不要坐办公室 同时呢如果你是这个销售技巧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的话收入还很可观 所以呢有不少的人尤其是女性特别适合 因为她是灵活的工作时间嘛 女性又大多数又肩负着做母亲的这个职责 所以接送孩子呀等等呢 如果孩子生病什么基本上都是母亲请假嘛 所以对女性来说呢又特别合适 于是呢这个情况呢就变得 我们讲的就是职场上都受到这个骚扰 或者是受到攻击呀 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所以必须要提起警惕来 而且呢刚才说过了 你必须的承认就是这个尤其是女性的经纪人 她那个外表长相和她那个打扮呢 实际上是和她的叫做成功息息相关的 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而且有数据表明啊刚才说了 裙子穿的越短 那个高跟鞋越高 跟她的那个收入啊 跟她的销售都是成正比的 这就说明实际上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但是这些女性呢 当然也会引起很多不乏分子的这个 就是 起了歹意了 起了歹意了 他们认为说 哎呦这样的一个弱子女性 然后又是单独的待在一起 一个空的房子里边 就给了他们这个有机可乘的 这样的一种机会 刚才说Sara她受到那次性侵或者性攻击之后 她回家以后就买了电击枪了 辣椒枪都配备好了 但是呢她没有去真正的 她到警察局去备了个案 但是没有起诉 认为说这个事就不起诉了 可是有很多的情况之下呀 那个有一个治疗师 她就治了好几个来自于房地产行业的 这个女性的经纪人 她们都是在工作场所 就在给人家看房子的时候 受到性侵了 举例来说 这个叫做Beverry Carter 这个是领域里面比较著名的一个人物 这个事情当然是发生的年代是比较久了一点了 这个应该是2014年吧 对2014年 讲一下2014年 首先呢我们先澄清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吓唬大家 不是说哎呦这个不能干了 这里多危险 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其实第一 汇报给大家目前看到的一些这样的事实 第二就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吧 其实好的房地产经纪人 他们有保护的办法 比如说两人结伴 或者说过了多少几点钟不接 或者什么 然后查那个打电话人的背景 什么什么 因为你在名处 他在暗处 你的照片挂在那 你的电话挂在那 可是打电话的人你知道是谁啊 对不对 他根本不是要看房子 有一种人是说起了歹意 是真的要看房子 但是一看就你一个人 就他两人在那 吃个豆腐 吃个豆腐什么之类的 但是有的人是根本没有钱 没有不想买房子 他就是一看你这个照片 一看什么 他打个电话 把你骗到那去 反正他知道是个空房子 那Beverry Carter就是这么个事 而且这个更可怕 这个我觉得就没房子 没得房子 这个完全没房子 因为作案的那是一对夫妻呀 对 你这怎么办呢 你这个还 防不胜防 你这还不信呢 那有个女的在那 对不对 一男一女 夫妻俩 绝对安全呢 但没想到下手都是俩人一起下呀 那女的帮着一起绑 这案子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呢 就是这个一男一女 就把这个Beverry就给杀害了 当时他在这个Beverry在回家 以前给家里老公孩子 发了个手机短讯 还是打个电话 他就说等着我 我一会回去吃饭 这发生在阿肯色中 我回家吃饭去了 这一下四天没回来 他打电话说我要回家吃饭 但是在回家吃饭之前 他说我要去一个地方 最后今天最后一个客人 我要去帮他设一个房子 去了以后就再没回来了 所以呢 四天以后才发现 就发现尸体了 后来警察把这个 这对夫妻给逮捕了 没几天就逮捕了 逮捕之后呢 男的判了个无期徒刑 女的呢 因为帮凶嘛 也是共谋 所以判了个30年的 这个有序徒刑 那么当然 房地产的经纪人协会呢 实际上 一直在提高这方面的警觉 同时也告诉经纪人 说是要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 就是刚才说过了 晚上如果你出去的话 基本上最好单人就别出去 如果出去的话 最好约个人 然后白天出去 你不管是到哪去 给家人给朋友 或者给你的秘书给公司 留一个地址 我要去哪去了 这个也是重要的 同时你去的一个地方 在洛杉矶 在咱们这个大的城市 纽约什么的 不会有大的问题 在乡村的时候 你必须要保证 你那个手机要有信号 别到去了一个地方 没信号 那你连求救都没有办法了 最好把手机上 放一个那个 就是快速的 那个求救的那个按钮 只要按一个按钮 不要拨什么号码 它马上就打出去了 它这种是挺有用的 而且有一些女性的经纪人 甚至现在都携带手枪了 都带枪或者是电击枪 带在身上 有这个持枪证 申请持枪证什么的 所以这种各种的 这个措施呢也有 然后最近在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当中进行调查的时候 说经纪人在这个职场当中 到底有多少人是受过 就是危险或者是有性侵 或者是有这个攻击 吃豆腐这种情况 好像98%的人是说没碰到 没碰到 只有2%的人说是碰到过 所以整体的情况还是不错 但是呢 这你就怕个别的情况 你碰到这种歹徒 不是就比较麻烦吗 对 Rachel De Salvo De Salvo呢 她41岁 在新泽西和纽约这一带 卖房子卖了12年 哎呦 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她说哎呦 在过去这个12年呢 从语言的攻击啊到动手动脚啊 她说多了去了啊 她说但是有一件事呢 让她印象非常深 就有一次啊 她给一个人卖房子 然后那个人呢 就是希望把这个房子啊 卖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价钱 反正他们俩在谈的时候 因为房地产经纪人 她懂啊 她有时候她会给你一些建议 你别这乱抬家乱抬家乱抬家 没人买这个对不对 有效无视 这不是自己看着舒服 对不对 可能两人在谈的时候呢 那个人就脾气就上来了 抡起一把斧子 不是要砸他呀 抡起一把斧子 冲到院子的门口 因为那院子那儿呢 挂着Rachel De Salvo的牌子嘛 拿着那个斧头 就一阵狂批啊 一边那个狂批一边的口出脏话 骂她 把她吓得要死 这生意也别做了 我这担惊受怕 生意也别做 还是惹了这么一身的麻烦 但是呢 这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就从事 其他的销售业啊 服务业很多的时候 其实坦率讲 我们前段时间讲 在我们这儿 一个城市抓到一个 就是卖银的劳保 然后后来什么 她的下面的这些服务的女郎 起诉她什么之类的 不是我们也讲过 这类似的事情吗 她原本就是个按摩店 就是一个正常的按摩店 那这些女人 就是正常的给客人按摩 当然客人一问你提 不停我这个服务 不停 转身走了 知道吧 对 所以她后来变成这么一个 那么在房地产业 有时候也有这样 有的时候她就给你 这个暗示 那个暗示什么之类 对对对 她看你接不接 你不接我找别人 你知道吗 她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呢 这个刚才说过了 这个竞争蛮激烈的 就是有很多情况之下呢 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就是一个电话来了 晚上你去还是不去 如果你 你就是说 她是一个 catch 21 就是 22 这个经纪人就说了 说这个 你如果去的话 可能有点 自己有点不太 就是感觉到不是特别的放心 如果你不去的话 你肯定知道 接下来她可以打 另外的一个人 有的是人要去 有的人是有人要去 所以呢 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 我们反正 因为身边的那个 认识的经纪人 什么的特别多 在这个华人里头 很多也都是经纪人 好像在华人里头 还没太听说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在主流当中 说实话还是有的 因为我看这个统计数字呢 是说2021年 在全美国 大概有25名 房地产的专业人士 就是死于 在工作场所当中 那就是看房子 或者是被别人行凶 给这个弄死了呗 对 Dana Hassler 53岁 2019年的时候呢 她在丹佛那个地方 从事房地产销售这个行业 那当时呢 她正在给一个人家卖房子 那我们知道卖房子呢 那个里面空房子 里面放一些传单啊 什么之类的 那个时候呢 差不多要收摊了 一想一想 周末嘛 然后她就把她那些传单啊 和那些介绍的文件呢 整理整理 就准备回家了 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敲门声 一个大汉啊 手里拿的 据说是12尺 是吧 12寸啊 对 12寸一把刀 而且手里拿 还拿个喷雾器 你知道吗 在美国有在一个 离山林比较近的人 都有一种东西叫做bear spray 对 是喷熊的 对 就是受到熊的那个攻击的时候呢 你拿这个冲着熊一喷熊就走 他可能大概不喜欢这个味道吧 拿着一个喷熊的那个喷雾器 照着他脸上就喷 然后抡着那个12寸的刀就过来了 但是这一位大汉啊 他没有了解到一个情况 这53岁的Dona见得多了 在他的脚踝骨那个地方 插了一把手枪啊 对 他之前就准备的 他拔出枪来 他没对这人打 其实我觉得一枪就把他崩了 就绝对是正当的 绝对没问题 你又拿着刀又拿这个 但是还是朝着放了一枪空枪 这一下把这人吓到了 这真枪啊 就想要转头就跑 跑你就没事了 四天以后抓了 就这男的16年徒刑 就这么一个情况 对 所以刚才这个女的呢 后来她还教其他的经纪人 说是携带枪支呢 帮他们训练啊什么的 那个刚才说的 Beverly Cutler 她不是受害了吗 那个女性的经纪人 对 她的儿子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吸经会 就是用她的名字 她妈妈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 在经纪人当中呢 要提高呼吁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给他们提供职业的培训啊 让他们知道如何来保护自己啊等等 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保护 就是说保护自己的工作 还是要做的 因为她也说了 她这个儿子也说了 她说赚钱雇人重要 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保护你的生命 更重要了